去年11月22日,大S和汪小飞官宣离婚,结束了长达10年的婚姻。 今年3月8日,大S宣布再婚,老公是韩国歌手剧军业。 离婚不到4个月,突然官宣结婚,大S的这一举动震惊全网。 如今结婚两个多月来,大S和老公几度高调秀恩爱。 沐浴在爱情中的大S容光焕发,状态极佳,扑面的少女气息宛若回到18岁。 给老公做爱心便当,和老公闻同款情侣纹身,永远记得在一起。 一次次甜度爆棚,恋爱的酸臭味十足。 而反观王小飞感情没进展,婚内出轨对象还出言极力撇清关系。 恢复单身后将所有精力都投放在事业上,一心扑在自己的餐饮事业上。 然而却在直播推广中忍不住大哭,透露餐厅开不下去,可能要面临破产。 王小飞和大S离婚半年,两人如今的生活轨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和以前可谓是判若两人。 为什么离婚半年后,两人的生活天差地别? 为什么说王小飞将要破产?大S又会遭遇什么样的新婚危机? 这里是闲鱼记,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一聊幸福的离婚女王大S。 如同当时闪婚嫁给认识不到一个月的王小飞一样,大S还是那个果断独立的新时代女性。 离婚三个多月后,再次闪婚嫁给了二十多年前的旧爱居均业。 虽然已经登记结婚,但实际上两人有二十多年未见面,不过大S并不介意会见光死,直言先爱了再说。 不管外界怎么说,她都做自己,跟着感觉走。 短短几个月,大S和居均业不仅领证结婚,还飘洋过海来见面。 在家人面前,大S完全不遮掩自己当下热恋的状态。 自然说出老公这个称呼,也足以见得两人感情现状之好。 如今,大S住在汪小飞买的豪宅里,和新老公频繁秀恩爱,成为圈内新家偶。 居均业从韩国抵达台湾,要在酒店进行隔离。 据说隔离酒店的费用高达八千元一晚,也是由大S承担。 除此之外,大S还给居均业做了爱心便当,并且送到了隔离酒店。 就在前段时间,大S的好友晒出了与大S的合照,这也是他在与居均业结婚后首次露面。 照片当天是他们夫妇二人邀请好友外出聚餐。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,大S状态非常不错,皮肤白皙细腻,身穿喀色衣字兼连衣裙。 而且大S的旁边还露出了一个肩膀,有网友推断,那应该就是聚均业。 两人穿着同色系的衣服被称为是喀色情侣装。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,就是大S锁骨前的纹身。 据悉,这个纹身是与居均业同款的纹身,居均业也在前段时间高调秀出了恩爱,身上多处纹身了与大S有关的纹身图案。 这一次大S身穿衣字兼的衣服,像是故意秀出与居均业的同款纹身。 两人的这个纹身是24年前他们最喜欢的一首歌,意思是永远在一起。 同时也说明了对彼此的在意,想和彼此一直在一起。 两人也是在无声中又秀了一波恩爱。 另外,据该餐厅的服务员透露,他们在吃饭时,居均业全程非常贴心地照顾大S, 生怕她喝醉了,两人的互动也非常甜蜜。 与其说,是向新婚夫妇不如说是正在热恋中的情侣那般。 大S与之前相比似乎更加年轻了,状态也比之前要好了很多, 也就是说她在这段感情中得到了幸福。 反观王小飞离婚半年后,感情杳无音讯,事业一落千丈。 据说此前,王小飞被曝婚内出轨大S才和她离婚。 去年4月份开始,王小飞就曾被拍到和网红张盈盈在一起。 除此之外,王小飞离婚后,张盈盈曾多次去汪家被拍到。 张盈盈晒出的照片背景和王小飞直播时的背景相同, 两人还被传出食指相扣在海南游玩等等。 然而,就在王小飞离婚不久后,却遭到了网传女友张盈盈的批评。 张盈盈公开留言评论说, 不敢承认恋情的男人是没有担当的,也是狠渣,这种男人不能要。 都说情场失忆,职场得意,这在王小飞身上却截然不同。 在疫情的影响下,王小飞与妈妈张澜苦苦撑着的实体店逼临倒闭。 为拯救旗下品牌,王小飞常和妈妈搞直播做推广。 她在直播中介绍,两家高档餐厅才开两个月就不得不关门大吉, 让她直接亏损五千万。也许是压力山大,王小飞大老爷们的面子也不要了, 当着直播间观众的面就开始哭诉。 就在两个月前,王小飞雄心勃勃地一下子开了三家新店, 本以为会迎来新的事业巅峰,让她可以好好的扬眉吐气。 其量人算不如天算,疫情不减反增,直接导致她的一切美梦落空。 三家新店中的两家高档餐厅没能熬过难关,关门倒闭了。 更糟糕的是,位于上海与广州的分店也没好到哪儿去, 虽然还在勉强维持着,但是基本上处于亏本经营的状态, 可以说王小飞随时处于破产的边缘, 只要她舍得把剩下的兵林倒闭的分店关了, 那么她就可以宣布破产了。 在诉说自己所遇到的困境时, 她心潮起伏难以自意,一个没忍住就流下了眼泪。 要说王小飞当年也是风云人物,俗称京城四少, 引得无数美女净折腰, 看着一大老爷们被现实逼得如此狼狈不堪,让人唏嘘, 财神爷不会永远待在同一家。 王小飞就这样从贵公子沦落成在直播间卖惨的商人。 不知不觉,大S和初恋男友聚聚夜结婚已经两个多月的时间了, 有人翻出大S和王小飞一起参加节目的旧照, 那个时候的大S素颜出行,状态十分憔悴, 然而离婚之后的大S状态回春, 整个人的言行举止也符合恋爱中小女人的姿态。 身旁的人纷纷称赞他状态回春, 四十八岁少女, 他会和居君月一起纹身, 把对彼此的爱意刻在身上, 哪怕岁月流逝也证明彼此曾经真的相爱过。 然而大S女儿却不认可这个新爸爸, 直言这个新爸爸好丑。 在问到大S和孩子们是否会跟居君月去韩国生活时, 小S毫不犹豫答道不可能。 因为大S女儿的上学问题, 他们还是会留在本地。 这样看来大S虽然又一次闪婚, 但婚姻中该清醒的地方, 她还是很清醒的。 自己可以轰轰烈烈不顾一切爱, 从让王小飞给她剥虾, 到为居君月做爱心便当, 大S像是变了个人。 虽然居君月想要把大S带回韩国, 但是涉及到孩子, 她依然坚持原则不被爱情冲昏头脑, 至少对孩子来说, 她给予了他们足够的爱。 如今, 居君月因为工作原因不得不离开台湾, 5月2日, 居君月官宣了她即将离开大S, 前往美国进行演出。 在美国演出的时间是13日, 虽然到了美国不用进行隔离, 但是也会提前前往。 新婚不久, 大S和老公又分割两地, 重新开始了分居生活。 俗话说, 小别胜新婚, 小两口因为孩子不能同行, 想必很是舍不得彼此吧。 然而因为疫情的原因, 下次见面恐怕又是遥遥无期。 如今, 大S和新婚不久的老公正在热恋中, 为了让老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, 大S在这段时间里, 高频率地带她去见圈子里的人。 据说, 居君月已经找到了一份工作, 是原子少年的飞行导师。 这档节目的决赛日期是6月10日, 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, 时间可能会做调整。 该节目还有两次录制, 所以居君月的时间还有待确定。 对于大S的现状, 很多网友纷纷称赞她是女性的楷模, 不靠男人生活, 就算离婚了, 也能活出自己的风采, 该吃吃该喝喝, 然后减肥瘦身成功, 让男人去后悔。 不得不说, 大S的处事风格, 值得很多离婚女性学习。 再加上大S这20年积累了不少财富, 手握多处房产, 名下资金无数, 生活过得十分安逸, 就算坐吃山空也能过得很好。 相比起, 汪小飞一旦经营不善, 上一身家就会烟飞云散, 要好上百倍。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, 和居君业相比, 论颜值, 年纪, 学历, 经济实力, 汪小飞都有优势, 但人生的出场秩序很重要, 一般来说, 女孩子最早喜欢的人, 才是真正喜欢的类型。 居君业年轻时属于小狼狗类型, 他有才华, 跳舞很炫酷, 对朋友很仗义, 有情有义, 打动了大S。 大S一直都想找个高大, 威猛强壮的男人, 汪小飞似乎有点温和, 反过来依赖大S, 因此短短几年的时间, 曾经的AF7已经形同陌路, 时间真的可以改变很多, 也可以看清很多, 爱情不分国界, 也不分年龄, 爱情只要看对眼, 婚姻是要全方位的合拍, 相爱简单, 相处难, 也许对于大S新婚夫妇, 未来一定会有更多的考验, 等着他们, 希望他们不要在意那些流言蜚语, 一一克服, 也希望他们能够一直幸福下去, 白头到老。 这里是咸鱼记, 喜欢视频内容别忘记点赞关注,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, 说出自己的看法,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